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吴春耕表示 目前检查已经有了初步成果 各平台主要暴露出了顺风车 安全产品隐患极大 应急管理不在位 非法营业问题突出一等九方面的内容 吴春耕表示 网约车新政事实两年来 网约车行业达到了蓬勃发展 公众也享受到了网约车发展带来的便利 但目前在网约车方面也存在很大问题 尤其是近期出现了机器伤害乘客的恶心事件 据了解 从今年九月五日起 由交通运输部等事部门组成的网约车 顺风车平台公司安全专项检查组 进驻各网约车平台公司开展专项检查 吴春耕表示 本次专项检查已实现了对网约车平台公司的100%全覆盖 目前 专项检查已经有了初步结果 各平台主要暴露出了九大方面的问题 包括 公共安全问题 顺风车安全产品患极大 应急管理不到位 非法营业问题突出 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 企业平台诚信问题 个人信息安全问题 社会稳定风险 涉嫌行业垄断等方面 吴春耕表示 下一步 专项检查组将督促平台公司严格落实整改意见 同时 鼓语 平台公司对检查出的不问题提前整改 加快提升平台服务品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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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